它自然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从以前到现在 科学家还无法完全了解 这神秘地球背后的奥秘 世界上还有一些似乎怪异的地理现象 让许多科学家困惑 欢迎来到脑不及 今天要来看五个科学上 不该出现的神秘地区 第五 永无止境闪电 在纬瑞瑞拉西部 有一个从未停止过的暴风圈 从晚上七点开始 闪电就不停打在水面上 长达十个小时 一年两百六十个晚上 都没有人知道疯狂打的原因是什么 直到最近开始有人认为 是因为石传为诱矿的原因 但是科学家还是对此有所疑惑 还有一个复杂的理论 山的形状导致温暖的风 与安地溪山脉的冷空气相撞 碰撞后由底下水面快速蒸发而推动 以及来自附近油田的甲烷 不过也没有人知道背后的基砖是什么 一切都是非常生命 例如在2010年那年 闪电突然停止 暴风雨消失 直到六个礼拜后又开始 到现在从无停止过 第四 移动洞穴 在罗马尼亚南边有一个洞穴被关起来 并远离光线有550万年 让整个洞穴与地球有完全不同的启程 这个洞穴当时是由一群工人 在工作寻找架设发电器时发现的 他们检查了里面的地 看看是否那个安全架设发电机 没想到地裂开后有一条路带领他们到世界上其中一个最怪异的地方 如果你往狭窄的通道走下去 并通过几个隧道 就会到一个空间 里面充满硫磺水 味道非常刺鼻 就像是坏掉的蛋 里面的空气充满了有毒的硫化氢 二亚化烫浓度也比正常只高达一百倍 最怪的是里面的生物全都存活下来了 科学家在洞穴里面找到了地球上找不到的三种不同生物 这些生物适应了在硫磺的环境 以石头上的泡沫为石 第三,卡拉恰湖 前苏联之前盖了许多危险和建筑 里面就一个湖 这个湖含有全世界辐射线最多的物质 那里的辐射线高到如果一人待在那里一个小时就会致命 前苏联将核废物丢到这个湖内 过去在进行核运动时也让湖造成一些危险 在1957年一场爆炸将一个工厂炸毁 导致放射性的粒子散播超过两万三千公里 这个地点的放射性甚至比车诺比灾河还严重 而这个湖现在已经被盖满水泥石 预防灾难再次发生 但是整个地方还是让人毛骨悚然 第二,睡眠小村 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自己睡眠不足 但是住在哈萨克的克拉茨居民 最害怕的就是睡觉了 他们会突然在走路的时候突然昏睡在路上 睡了六天起来后就完全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冰在这个村庄不管是什么年龄性别都会被影响 当局甚至建议村民赶快搬离这个地方 但是却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其中一个理论认为村民是中了某处的放射限度 因为这个村庄离右矿非常靠近 但是经过抽血检查根本没有证据证明中毒现象 旁边有个邻居村庄 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受到睡眠症的影响 科学家和医生都从测量辐射的量 液氧化烫的浓度和重金属的含量 都没有办法找出致病的因素 第一,无止境声音 那种找不到来源又却一直出现的声音 能够让一个人发狂 就像是一只无形的虫在咬你的脑袋一样 想象那种烦人和愤怒的心情 住在新墨西哥涛斯县的居民 从1990年开始 许多居民开始抱怨一个无止境的低顺利品声音 整个阵都听得到 也让居民发狂 许多人调查了20多年试图找出声音的来源 但是却一直找不到 一些科学家甚至假设居住在这里的居民 有着比普通人还敏感的听力 如果要选择一个地方 你们会想要去哪里看看呢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 可以帮我按喜欢和分享 想看更多影片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